一辆快速及时的神秘车辆 一起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 来历不明的黑色塑料块 模糊难辨的车型与号牌 迷离的夜晚迷乱的车灯 火眼金睛让嫌疑车辆无处顿逃 便当时车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5月18日 马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会同行政大队技术中队的民警 正在围着一台变形的自行车 仔细查验 16天前 他们在一起交通肇事案的现场 提取到这辆自行车 今天是一次复刊 因为在过去的16天里 案件毫无进展 嫌疑车辆总继全无 这辆变形的自行车 是现场唯一的故障 他们想在自行车上 找到一些对应的痕迹 这样的痕迹 不但是寻找嫌疑人的重要线索 也是指证嫌疑人的重要证据 16天前的第一次勘查 没有发现 如果这次仍然没有发现 他们将被逼入绝境 2016年5月2日晚8点30分 马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城区中队指导员胡松波 赶赴江峻路附近 去处理一起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在繁华的城区乱乱 现场并不复杂 但触目所及 却让胡松波感到暗情的厌烈 一个老人趴在地上 当时下着小雨 那个伤者流了很多血 伤者是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 他趴在血泊里一动不动 他的伤势如何是民警最关心的问题 当时这个伤者是趴在地上的 趴在地上我就喊他 他没做生 可能当时已经分明了 老师傅 我们是交进队的 老人一直昏迫不醒 民警立即拨打120求助 叫什么您在 老师傅 锦罗密鼓的现场摊场也随即展开 除了血迹 现场的地面 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连刹车痕迹都没有 因为根据我们侦掌不安的速度 你出雾就得留痕 或者留下油漆 或者是碎片 但是我们都没有发现 当时在对现场一个勘察的构成用 随着勘察的深入 民警们的视线 被两米外的绿化带所吸引 一辆自行车插入在 准确地说可以说是插入在边上的花坛里面 这辆自行车以一种并不自然的方式 立在绿化带里 应该是在外力作用下形成的 车前轮已经高度变形 从受害人躺到的位置 以及自行车的状态来分析 自行车应该是受害人所有 人和车都遭受过巨大的撞击 可能是这个老推着这个自行车 从这个将军路的西侧往东侧走 然后被他右方的一个车辆 或者什么东西撞起来以后 把车给撞飞了 除了明显的变形外 自行车车身的一部分红色油漆也被蹭掉了 然而仔细勘察这辆自行车后 警方却没有找到有关肇事车辆的痕迹物证 尽管案发在城区路段 但是由于夜间光线不足 事故发生在一瞬间 报案人只能确定 案发时间是20点24分左右 却没看清招式车的车型和号牌 只看到一辆深色轿车快速离去 此时救护车也赶到了现场 民警和医务人员一起 将伤者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现场的痕迹物证有限 伤者的口供对警方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地获取重要线索 希望伤者能够尽快地能开口 能更直观地向我们反映 是辆什么车子 把它撞倒了 朝哪个方向逃逸了 民警迫切地想从受害人那里 了解到肇事车辆的更多信息 但是此时此刻 他们却只能等待 监控录像是侦破交通肇事案件最重要的资源 案发地点虽然没有监控探头 但是前后毕竟的路口都有探头 希望能够更直观地从视频监控里面 锁定嫌疑车辆 读取车牌 找到车主 抓到嫌疑员 警方以案发时间为原点 向前向后搜索 在监控录像里寻找可疑的车辆 8点25分左右 将军路从南向北行驶的方向 出现了一个可疑情况 道路上的车辆突然放慢速度 大量的车灯汇集在一起 形成一片耀眼的光团 很多车辆的灯光聚集在一起 望得我在观看视频中就望住了我的眼睛 就是照到我看不过来 这个地方不是路口 也没有红绿灯 车辆可以正常通行 但是此时所有的车都放慢了速度 这就意味着路面上出现了意外 魔术的可以发现那个地方有堵车的现象 就是发生事故时候 那个地方停的那下车辆没流动 我们基本上判定就是那个时间 已经发生事故了 交通停滞的时间 持续了十几秒 这十几秒中的时间之内 隐藏着交通事故的秘密 然而夜晚的监控画面十分模糊 除了车灯之外 看不到其他信息 警方如何从茫茫车海里 找到肇事车辆呢 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 一辆行迹可疑的黑色车辆 模糊的画面 模糊的车型 大规模的排查 为何无功而返 便当时车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交通肇事案件发生之后 麻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民警 陈凡等人 对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 进行了仔细分析 8点25分左右 将军路上的交通停滞了十多秒钟 民警认为 这段时间就是案发的时间 这十几秒之内 没有其他车辆通过 而交通恢复后 首先出来的是一辆深色的轿车 事故发生以后 整个车辆都停滞不前了 最先出来的这台车 就是要么就是事故车辆 要么就是最直行的车辆 这辆车在左侧快车道上直行 但是看到道路右侧有出口时 车辆突然右转 想要离开主路 在右转的时候 他的车头已经行驶过了前面 就是他要是继续右转 很有可能就是撞上那台电动车 或者是撞上花坛 这辆车右转的时机很突然 车速也很快 右转是一条小互动 没有安装监控探头 深色轿车的右转 在警方看来别有异味 他为什么选择右转 是在逃避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 在逃避我们探头的感觉 由于被旁边撤到的摩托车阻挡 右转没能成功 这辆车只能选择继续执行 这辆深色的轿车 是否跟交通事故有关呢 通过模糊的监控录像 警方只能判断 这是一辆三响轿车 其他信息无从判断 视频因为它在夜间呢 这个牌照号码和车型都不容易判断 都相当难判断 第一个远 第二个灯光亮度太大 再第三个就是车辆太多 有遮挡我们视线的 这辆轿车后面十多米 跟着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经过现场附近时 是否目睹了交通事故呢 萧师傅是麻城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5月2日晚8点多 他载客从将军路经过 他向警方讲述了一个意外情况 这是我从站盘往这边走的时候 开着前面一个黑车 从旁边一个角落出来 然后他往前面开 我就在后面 后面跟着 突然 他踩下刹车 张到个什么东西了 据萧师傅描述 深色轿车刹车之后 停顿了十多秒钟 但司机没有下车 很快就从现场离开了 停了好像十几秒吧 然后就直接走了 走了我也没看到什么车牌 然后我只看到一个黑色的车子 我们就确定 这辆黑色的小车 应该是事发车辆 确定了这辆黑色轿车的嫌疑之后 警方继续追踪他的去向 这辆车速度极快 在人群中快速穿梭 司机似乎着急赶路 他的行驶速度 他的淘宝方向 他的一个行驶的一个轨迹 很重复地表明 第一个他对麻城的路线非常熟悉 再第二个 他对麻城的探头的位置 也是非常熟悉的 警方一路追踪 这辆车来到麻城广场附近时 消失在了茫茫夜色里 进一步追踪 这辆车的形势 形势过一件比较困难 像石沉大海 水地融入大海 好不容易才锁定的嫌疑车辆 从眼皮底下消失 办案民警心有不甘 反复研究监控录像 希望能获取嫌疑车辆的 车型 后排等更加具体的信息 图片里面视频根本非常模糊 是看不到到底是怎样一个车子 就是我们一个县级是车辆 也有三万多辆小车 那么怎样的把侦查的范围缩小 怎样的把这个侦查的指向更明确 就是我们要做的中心工作 办案民警放慢播放速度 将画面放大 在嫌疑车辆的车匪 一个熟悉的标志 逐渐呈现出来 模糊的感觉 好像一个十字号的 带金色十字号的 根据一般性的经验 就看错误 它判断就有可能是一个 雪佛来的车 尽管嫌疑车辆 依次为雪佛来轿车 但是车牌号却十分模糊 难以辨认 警方只能将其 送往专业鉴定机构 进行鉴定 与此同时 一场大规模的拉网式排查 在麻城展开 调查的重点是 麻城所有的雪佛来轿车 整个麻城有多少台 雪佛来的车子 有多少黑色的雪佛来的车子 这就 就是哪怕是100来 200来 500来 我们就说见车见人 也要把这些车子找出来 我的要求他们呢 必须见人 见车 还要见你 还要拍照 电子档案 麻城共有黑色雪佛来 100多台 警方逐一排查之后 却失望不已 几乎100多台 都见车见人 都见到这 拍照片 都见到电子档案 几乎是没有 几乎是没有明显的 这个疑点 我们把各种可能 都想到 有可能是外地车 有可能是漏掉的 就是查不死 只能说 这个雪佛来的 这个品牌的车辆 我们排除不了 无法排除 也难以证实 这辆看起来 很像雪佛来的 嫌疑轿车 究竟是什么车型呢 火从天降 事故受害人死亡 柳暗花明 警方找到新的故障 费尽心思 嫌疑车型难以确定 穷子四变 车灯实验能否成功 便当纸车 天网反目 正在播出 毛建国 是麻城市 一名退休干部 2016年5月2日晚 他经过将军陆市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此后 一直昏迷不醒 现场痕迹物证 和监控录像 提供的线索有限 警方希望毛建国 能苏醒过来 讲述事故的经过 然而 5月18日 医院宣布 毛建国抢救无效 离开了人世 这个案子还没破 人已经死亡了 但是内心的压力 是相当大的 受害人死亡了 但是警方连嫌疑车的车型 都无法确定 案件侦破难以推进 警方唯一掌握的物证 就是受害人的自行车 这也是唯一接触过 嫌疑车辆的物证 我们碰上 那个造势车辆 肯定有一些东西 转移到这个 受害人的这个车辆上面 按照刑事案件的标准 警方再次对这辆自行车 进行勘察 车框 把手 轮胎 民警不敢忽视 任何一个细小的角落 说不定那个角落里 就会有亿万的发现 终于他们发现 在自行车前刹部分的 一个缝隙里 紧紧地卡着一块 黑色的东西 它卡在里面 卡在里面 我们不仔细地发现 根本就看不出来 这是一块 直接盖大小的黑色塑料 自行车的车身是红色的 这块塑料 不像是自行车所用 那我们就推一段 是不是就是说 是造势车辆上面 转移过来的一种物质 肖师傅描述的 嫌疑车辆是黑色的 受害人的自行车上 又出现了这块黑色塑料 看来这块塑料 应该是嫌疑车辆 在撞击过程中流下来的 那么就是我们推荐一下 这个塑料片 是不是那个保鲜杆 那个地方流下来的 是这么推荐 前方右侧 肯定有碰壮痕迹 而且碰壮相当严重 而自行车潜能 已经扭出变形 警方大规模走访 汽车维修店 调查近期 又无前来维修保险杠的 可疑车辆 民警还让有经验的师傅 对塑料坏进行辨认 希望了解 使用此类塑料的车型 然而 文修师傅纷纷反应 此类塑料较为常见 无法以此来判断车型 交警大队几乎尝试了所有的办法 都无法确定嫌疑车的车型和号台 案件侦破 似乎走进了四个人 相当于已经是陷入绝境了 当时的心情相当沉重 这一天 交警大队民警陈凡看到一个消息 社会人士王玉恒通过分析车灯等具体细节 协助山东警方 破获了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这让陈凡的眼前已亮 因为我们这个案子的条件 和王玉恒所协助破获了案件条件 是非常相符合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 他的车子 王玉恒能够通过车灯变车型 能够通过人型 可以辨别这个人的大年纪 全国这么大 有什么奇人意思啊 能人啊 能够通过模仿的视频 模仿的能够看出来 麻城警方希望王玉恒协助破案 却一直没有联系上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超过了16天 交警大队上上下下的压力都很大 此时陈凡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监控录像里最明显的特点 就是嫌疑车辆的车灯 能否像王玉恒那样 通过对车灯的比对 来确定嫌疑车辆的车型 当时又没联系上 我们只有自己硬上 硬着头皮上了 通过车灯来确定车型 警方从未尝试过类似的缓方法 民警广泛走访维修师傅 询问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师傅们表示 每一款车的车灯都不一样 而且大多数车灯都具有标志性特征 这种方式值得一试 因为晚上最显眼的就是灯光 其他的特点 我们出门食品里面 不容易不做到 比如说哪个地方有审 或者车厢里放着什么 有特征的东西 晚上都看不见 而且仔细分析了 嫌疑车的车灯特点后 维修师傅认为 四种车型的可能性最大 分别是雪佛兰 东方风神 别克 比亚迪F3 警方决定通过侦查实验 来确定嫌疑车辆的车型 侦查实验之前 警方需要检验 这个方法的可行性 我们得自己说服自己 你要是自己说 都说服不了自己的话 你怎么去说服其他人 你怎么继续把工作开展下来 在监控录像里 民警找到两台 车型相同的出租车 他们在不同日期 经过同一个路口 民警要观察 他们的尾灯 在监控录像里 是否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我们先得自己验证这个方法 然后才能把这个 才能运用到这个案子里面 从车灯的形状 大小 位置来判断 两辆同车型的出租车的尾灯 十分相似 这就意味着 警方的侦查实验 具有可行性 才让我们就是现在有了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 可以很肯定的就是欠移 这路子可行 从马城盘第一次试验 我们马上开始了 第一辆车是雪佛兰 第一辆车是雪佛兰库鲁兹 收到没有 收到 马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立即找来雪佛兰 东方方神 别克 比亚迪F3 当品牌的轿车 逐一进行实验 到了师范中学 到了师范中学 收到 收到 马上要经购事务现场了 马上要经购事务现场了 看见了 看见了 按照当时那个染池的 那个找势车辆的行事轨迹 在哪个地方刹了车 怎么打方向 按照这样一模一样 这是在我们已知的素材的基础上 按照一模一样的经验模仿 车辆上路后 车灯在监控录像里 不断发生变化 究竟大队民警 陈凡党人 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 等待实验车辆 进入案发现场附近的探头 他们将实验车的车灯 与嫌疑车的车灯 进行仔细比对 不敢错过任何一阵画面 从我看 它不同 经过不同的探头的点 尾灯所反映的一个纹路 和一个拉光度 亮度 进行仿佛对比 警方认为可能性最大的雪佛兰 被首先排除了 雪佛兰的车灯呈长方形 而嫌疑车辆的车灯呈椭圆形 又可能是其他的灯光倒在上面 使他的车标 看起来像雪佛兰 是我误导了 第二次实验开始 第二辆车是东方方神 到了台湾街 到了台湾街 已经发现 已经发现 第三次实验开始了 第三辆车是别克 紧接着 东方方神 别克等车型 也被排除了 他们的车灯 跟嫌疑车辆的车灯 也不吻合 第四次实验开始了 第四辆车是比亚迪F3 排除了三种可能的车型之后 最后只剩下比亚迪F3 如果这款车 还是无法重重 那就意味着 侦查实验将以失败告终 成败再次一举 所有的人都不禁捏了一把汗 侦查实验确定疑似车型 可疑车主却迟迟不愿动 嫌疑车上发现重要痕迹物证 天网灰灰 照示着中规法网 变灯实车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侦查实验还在继续 最后一种可能的车型 是比亚迪F3 陈凡等人对实验车辆 和嫌疑车辆的监控录像 进行截图 并仔细研究车灯的形状 大小 位置等特征 此次比对 关系到破案的成败 就是感觉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加重大 压力更加大 两辆车的外形比较相似 车灯都呈现出近似椭圆的形状 车灯的大小 位置都比较吻合 这边被暴霸掉了 放大以后 尾灯的那个线条 车上反光的折射的光点 光线条 几乎都是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我们确定车型就是比亚迪 车型确定呢 我们就 要好搞一些 因为侦查的范围就小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警方终于确定了 嫌疑车辆极有可能是比亚迪F3 然而 麻城的比亚迪多达四五百辆 要找出真正的嫌疑车 无疑是大海捞针 就在此时 从专业鉴定机构传回来一个消息 经过技术处理后 嫌疑车辆的视频截图 能够确定车牌号的末尾两个数字 他们可以确定第六位说是二 第七位说是八 经查询 麻城市内 尾号尾二八的比亚迪F3 一共有26台 这大大缩小了警方的工作范围 警方一一走访调查 做到见车见人 然而26台车拍查了其中的25辆 却没有发现明显可疑的车辆 这时候我就心情又紧 紧张起来 又相当反差 因为这辆车 还不是的话 比亚迪F3 那就是我们比地光源 这说法肯定错了 民警一直努力 跟最后一辆车的车主见面 但是车主却推散阻四 不愿逗目 我们打电话联系到他的时候 他跟我们回复的是 他说我现在在湖南 回不来 我们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过两天 直接跟我们等了两天 又打电话给他 他说我还没回来 经查询 这辆车的车主 是一个叫邹向善的男子 他的黑色比亚迪 最近几天在麻城出现过 很明显 他在向警方撒谎 一直到所有的 几乎大本车辆见面 就是他的车辆没见面 没见面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 这个车的泥点就上升了 就可能性更大了 5月27日 警方找到了 邹向善的比亚迪F3轿车 时间过去这么长 他车子有可能修了 有可能补了 再然后这段时间 也是下雨啊 风吹日晒的 有可能痕迹是没有 这辆车的保险杠是黑色的 跟警方在受害人自行车上 提取到的塑料块 颜色一致 仔细观察 民警发现 有一部分油漆 明显是后来喷上去的 整块都是喷得漆 喷得漆 也不是喷得很明显 感觉是修护的 在右侧大灯上 细心的民警 找到了一丝淡淡的红色油漆 大约有三厘米 长的一个擦痕 很淡很淡 不注意发现 根本就发现不了 轿车通体都是黑色的 这次红色的油漆 让民警格外注意 民警自然联想到了 受害人的自行车 自行车上的油漆 正是红色的 带一点点 微微地带一点红色 跟受害人 骑的自行车的红色 差不多大致 警方将比亚迪保险杠的 黑色塑料 和车灯上的红色油漆 进行提取 送往有关鉴定机构 进行鉴定 并很快有节目 我们自行车 所提取下来的塑料块 与嫌疑车 嫌疑车辆到案之后 前保险杠的塑料块 的成分是一致的 微量的红色的物质 就是跟我们的 县长提取的 那个受害人 骑的自行车的油漆的 这成分是一样的 走向善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很快将其抓获 在强大的证据面前 他很快交代了 事情的经过 原来 5月2日晚上 他和几个朋友 吃完宵夜 准备开车 到江峻路 一家酒店休息 来到案发路段时 正好遇到 推自行车过马路的 毛建国老人 就直走 趴到旁边 旁边走得好好的 不碰 我只赶紧放进 爬了一下 就赶紧放进 爬了一下 我就没事什么事 邹向善 没有下车 查看情况 而是立即加速 离开了现场 尽管夜色 掩盖了车型和车牌 但是 警方还是将他 从茫茫人海中 找了出来 既然撕出了 这个事 也没谁 任意地出发生的事 既然发生了 那可能去面对上 是吧 那有什么办法 其他的办法没有 只有 直至说声 对班校家手 都对不起 交通事故破案 跟刑事破案 很多是一样的 它这所有的因素 也可能 都是破案的因素 所以每一个细节 我们都要注意 只有把每一个细节 累积起来 才能发现 这个找事车辆的特征 才能最后明确 找事车辆的车型 破案将这样的 海量的墨底墨牌 哪一个人 稍微不认真一点 有可能这个案件 导致到流产 天网会会 疏而不漏 麻城交警 创造性地 通过观察车灯 来锁定嫌疑车辆 让嫌疑人 无处顿逃 是很相似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A级通缉令 廖辉才 南 1974年11月9日出生 户籍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宾阳县宾宾州镇 顾名村委会 夏寨村五队162号 身份证号码 452-123 1974-1109-1339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再逃 请广大观众 提供有关线索 即使拨打110报警 这是新鲜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